各位觀眾我是赤皮Games的實況感 中測現在就是GTA5的線上模式 我今天才發現 原來人物的頭髮可以挑染啊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沒有挑染的 這個啥顏色 是這個樣子 那要怎麼挑染呢 我們先選好髮型 後選號也沒差 然後按一下鍵盤的空白鍵 出現了第二個挑染顏色 這樣就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選顏色囉 就可以開始 配自己喜歡的顏色啦 那麼今天的GTA5就在這裡告一段囉 感謝您的收看 祝您有美好的天 我是中澤 我們下次見囉